春节将至年未兼农 记者浏览相关平台时发现 部分电商平台开启的龙年年货节已收官 据于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年货节中龙年福祉对联 龙年红色内衣裤袜等多款龙元素周边商品 受到消费者欢迎 今年1月初开始启动了年货节 从平台销售数据来看 龙元素周边商品它的一个拼单量 在年货节期间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 年货节期间最热销的新年周边产品前5名 大概有龙年福祉对联 新年台力包括龙宝宝的毛绒玩具 还有龙年的红色内衣裤袜 还有龙年的中国节 工作人员介绍 和收销龙有关的黄金产品 在电商平台已很走俏 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倍 除了龙元素的一些挂饰外 年销花 今年也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品 相关的珠宝首饰 今年年货节期间也增长非常明显 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0倍 生销龙的一些吊坠 龙文的首串 都是我们比较热销的生销首饰 年轻人在我们平台购买这些黄金的时候 他们也非常偏爱一些国风 IP这些联名款的黄金饰品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春节被列入联合国假日后 中国年升级成了十几年 龙元素商品不仅受到国内欢迎 还热销到了海外 听平台的商家也会将龙年的相关元素作为一个卖点 去开发相关的产品 我们了解到就由保温杯的商家近期迎合新年开发了龙年特别款的保温杯 比如说在保温杯的杯身上 印有龙文图案 还有生意兴隆 这样子的祝福文字 相关聪业人员表示 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除华侨华人外 不少外国民众也加入到了购买龙年商品的大军中 我平时一直有关注亚马逊上各个新产品的数据 关于中国年装饰产品的相关搜索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年春节前后 这个词的搜索量都会进行直线式的上涨 比如最近30天相关产品的销量是 11000个销售额达到了15万美金 第一名就是印有龙的新年红包 上面都是写着我们中国厂景的祝福语 23年10月份上架 近30天的销量高达4100件 一块钱电商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春节红包 春节挂饰对联的产品 在海外电商平台上的销量均表现不俗 主要面向的还是美国市场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红包 还有一个是春节的挂饰 现在日销也是一两百单 那如果说是按照整个春节的产品的话 那我们现在一天应该有一万多单 相关从业人员表示 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业态 中国矿钱电商在买全球 卖全球方面的优势和潜力持续释放 相信中国矿钱电商将加速 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我一直是非常看好跨境电商的 我们中国这边的工厂特别多 然后产品成本也更低廉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卖家 可以在跨境电商上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跟未来 那我们今年的中国元素也更多一点 那包括我们开发的产品品类 也是一直在拓宽 那所以今年我们的产品品类 大概有两百多款